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三章法院职员之回避 第十七条 自行回避是由 推示于该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因自行回避不得执行职务 一 推示为被害人者 二 推示现为或增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 八亲等内之血亲 五亲等内之姻亲或家长 家属者 三 推示于被告或被害人定有婚约者 四 推示现为或增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者 五 推示增为被告之代理人 辩护人 辅佐人或增为自诉人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之代理人 辅佐人者 六 推示增为告诉人 告发人 证人或鉴定人者 七 推示曾执行检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职务者 八 推示曾参与前审之裁判者 第十八条 申请回避事由 当事人欲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得申请推示回避 一 推示有前条情形而不自行回避者 二 推示有前条以外情形 足任其执行职务有偏颇之余者 第十九条 申请回避时期 前条第一款情形 不问诉讼程度如何 当事人得随时申请推示回避 前条第二款情形 如当事人已就该案件有所声明或陈述后 不得申请推示回避 但申请回避之原因发生在后或窒息在后者 不在此线 第二十条 申请回避程序 申请推示回避 应以书状举其原因向推示所属法院为之 但于审判其日或受训问时 得以言辞为之 申请回避之原因及前条第二项但书之事实 应是明之 被申请回避之推示 得提出意见书 第二十一条 申请回避裁定 推示回避之申请 由该推示所属之法院以合议裁定之 其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合议者 由院长裁定之 如并不能由院长裁定者 由直接上级法院裁定之 前项裁定 被申请回避之推示不得参与 被申请回避之推示 以该申请为有理由者 无庸裁定 即应回避 第二十二条 申请回避效力 推示被申请回避者 除应急速处分或以第十八条第二款为理由者外 应及停止诉讼程序 第二十三条 申请回避裁定驳回之救济 申请推示回避经裁定驳回者 得提起抗告 第二十四条 职权裁定回避 该管申请回避之法院或院长 如任推示有因自行回避之原因者 应依职权为回避之裁定 前项裁定 无庸送达 第二十五条 书记官 通议回避之准用 本章关于推示回避之规定 于法院书记官及通议准用之 但不得已曾于下级法院执行书记官或通议之职务 为回避之原因 法院书记官及通议之回避 由所属法院院长裁定之 第二十六条 检察官 办理检查事务书记官回避之准用 第十七条至第二十条及第二十四条 关于推示回避之规定 于检察官及办理检查事务之书记官准用之 但不得已曾于下级法院执行检察官 书记官或通议之职务 为回避之原因 检察官及前项书记官之回避 应申请所属首席检察官或检察长和定之 首席检察官之回避 应申请直接上级法院首席检察官或检察长和定之 其检察官仅有一人者一同 检察官方董ケ暖 检察官之息 检察官方� 7 1929 检察官方